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首歌中 小贾斯汀用What do you mean?这句反复出现的话表达了对于爱情中不确定性的困惑 这就像是你在约会时对方突然说我们需要谈谈 而你心中瞬间浮现出一百种可能的糟糕情况 这种情感的挣扎让人不禁想起自己曾经的恋爱经历或许还会忍不住笑出来 因为那时候的我们也曾经如此天真 有趣的是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小贾斯汀与他的女友之间的沟通问题 想象一下两个年轻人在一起却因为一个简单的你今天想吃什么 而展开一场激烈的辩论 这种情况在恋爱中屡见不鲜 甚至可以说是爱情的日常战争 小贾斯汀用音乐将这种情感转化为旋律 让我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能感同身受 此外这首歌的音乐视频也充满了趣味 小贾斯汀在视频中展现了他对于爱情的渴望与不安 甚至还有一些搞笑的瞬间让人忍俊不惊 这就像是我们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 总会遇到一些尴尬的时刻 却又不得不微笑面对 总的来说What do you mean 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 它更像是一面镜子 反映出年轻人在爱情中所面临的困惑与渴望 小贾斯汀用他的音乐告诉我们 爱情有时候就像是一场迷宫 让人迷失 但同时也充满了探索的乐趣 或许这就是年轻时代的魅力所在 在困惑中寻找答案 在渴望中成长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华丽登场 小贾斯汀 Sorry 真诚的道歉与和解 当我们谈到小贾斯汀 Justin Bieber 和他的Sorry时 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流行音乐的作品 更是一个关于道歉与和解的现代预言 想象一下 这位年轻的流行偶像 在舞台上闪耀着光芒 却在私生活中经历了不少波折 这就像是一部现代的悲喜剧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Sorry的歌词 这首歌的核心 是一个诚恳的道歉 这在流行音乐中并不常见 通常 歌手们会唱着爱情的甜蜜或失落 但小贾斯汀却选择了 面对自己的过错 这让人不禁想起古希腊悲剧中的英雄 虽然他们常常因为自己的缺陷而堕落 但最终却能够获得救赎 在这首歌中 小贾斯汀用简单而直接的语言 表达了对过去行为的懊悔 这让人感受到一种真诚的情感 这就像是 你在朋友聚会上 不小心打翻了饮料 然后你站起来 微笑着说 抱歉 我的错 我会帮你清理 这种诚恳的道歉 不仅能化解尴尬 还能增进彼此的理解 而且 这首歌的旋律轻快 让人忍不住 想要随着节拍摇摆 这就像是小贾斯汀在说 我虽然犯了错 但我们可以一起跳舞 让一切变得更好 这种轻松的氛围 让道歉变得不那么沉重 反而让人感受到一种 希望和重生的力量 有趣的是 这首歌的成功 也反映了当代社会 对于道歉的需求 在社交媒体盛行的今天 许多人都在寻求认可和理解 而小贾斯汀的 sorry 正好满足了这种需求 他告诉我们 无论我们犯了什么错 只要真诚的道歉 总有机会得到原谅 总之 小贾斯汀的sorry 不仅是一首流行歌曲 更是一堂生动的道歉课 他教会我们 诚恳的道歉和和解 是人际关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并且有时候 轻松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 可以让我们在困难中 找到希望 所以 下次当你需要道歉时 记得带上这首歌 或许会让事情变得更简单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情感共鸣 小贾斯汀 Intentions 爱的真心与承诺 当我们谈到小贾斯汀 Justin Bieber 的Intentions 这首歌时 首先要明白的是 这不仅仅是 一首流行歌曲 而是一封情感的情书 里面充满了爱的真心与承诺 这首歌的旋律轻快 歌词却深刻 让人不禁想起 那些年轻时的爱情故事 甚至是那些 在情感上 让人捧心的瞬间 在Intentions中 小贾斯汀 以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 表达了他对爱人的 欣赏和承诺 他唱道 我想要你知道 我的意图是纯粹的 这句话不仅仅是 对爱情的承诺 更是一种 对彼此的尊重和理解 这让我想起了 古代诗人 如何用优美的词句 来表达爱意 虽然没有流行音乐的节奏 但那份情感 却是跨越时空的 有趣的是 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中 小贾斯汀 邀请了几位女性朋友 展示了她们的成就和故事 这不仅是对她们的赞美 也是对女性力量的肯定 这让我想起了 古希腊的女神们 她们不仅是美的象征 更是智慧和力量的化身 小贾斯汀在这里 无疑是在向这些女神致敬 并且用现代的方式 重新诠释了 爱的多样性 在情感共鸣的层面上 Intentions让我们思考爱的本质 爱不仅仅是浪漫的情感 还包括对彼此的支持和理解 这就像是古代的歧视精神 歧视们不仅要勇敢 还要对心爱的人忠诚 小贾斯汀在这首歌中展现的 正是这种现代版的歧视精神 让我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那份真挚的情感 最后让我们以一点幽默来结尾 如果小贾斯汀的 Intentions是一道菜 那么它一定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爱情大餐 让人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 毕竟谁能抵挡得住 这样的情感盛宴呢 所以无论你是单身还是恋爱中 记得在生活中多加一些意图 让爱的味道更加醇厚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 小贾斯汀的三首经典歌曲 What do you mean? Sorry和Intentions 这些歌曲不仅是流行音乐的代表 更是情感的真实写照 让我们深入了解 爱情中的困惑 道歉和承诺 总的来说 What do you mean? 让我们反思年轻时的爱情焦虑 Sorry则教会我们 诚恳道歉的重要性 而Intentions则展现了 爱的真心与承诺 这三首歌曲如同人生的缩影 让我们在其中找到共鸣 回顾自己的爱情故事 在深入分析中 我们看到小贾斯汀 用幽默和轻松的方式 将复杂的情感转化为音乐 让我们忍不住微笑 每一首歌都像是一面镜子 反映出我们在爱情中 所经历的各种情感 并让我们明白 无论是困惑 道歉 还是承诺 这些都是人生旅程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小贾斯汀的这三首歌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在你们的爱情故事中 有没有和这些歌曲 产生共鸣的瞬间?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讨论 分享你们的心声 让我们一起在音乐中 找到更多的共鸣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